完蛋 最近是一事不顺,事事不顺 12月17号,第一次孵化卢丁鸡 还没开始,但被我捏碎一个 12月25号,给鳄鱼喂食 手还没伸过去,手指差点没了 12月31号,卢丁鸡照弹时 不胜又摔碎一个蛋 本以为牛归虎月,辞旧迎新 会是一个好的开始 结果没想到,新的一年 第二天,鱼缸被大鲶鱼搅漏水了 100多升的水灌满整个房间 啊,这只是一个开始 1月8号夜里,50多公分的大银龙 被招财猫鱼咬死,令人唏嘘不已 1月13号,汉沙老六 在得病一个多月后不治身亡 1月18号,谈吐鱼,损耗脸条 外加仅剩的一只蓝色便衣小龙虾 也不知取向,多数是被同伴分食了 1月22号,60多公分的大银鱼 突发怪病,还在救治当中 紧接着,咱们最后一只敲甲 也因大幸将至寿命到达了终点 最让我崩溃的就是 第二次孵化鲁丁鸡的第六天 也就是1月20号 由于我的一个失误 28枚孵化了6天的鲁丁鸡蛋 随着一身脆小,蛋碎即往 很多都是受惊弹啊 当时那种心情,你没有经历过 真的无法体会 其实导致这次意外事故发生的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我买了三只鹦鹉蛋 事情发生那天呢,是这样的 这个孵化箱,我就一直放在这个柜子上 包括后面我们买的这个孵化箱 也是放在这里 然后我当天买的鹦鹉蛋 比如这个是鹦鹉蛋啊 当天买的鹦鹉蛋到了 我就放在这里 因为前段时间一直有很多粉丝 催我去孵化鹦鹉 我就买了三个鹦鹉蛋 鹦鹉蛋放在这里之后 我把这个孵化箱给它拉出来 准备把鹦鹉蛋放进去 拍视频呢,知道吧 然后呢,我就拉 拉过头了 等我拉过来的时候 拉过头了,我没发现 我这个手来拉鹦鹉蛋的时候 然后我就啪 它就倒下来了 当时没来得及服 因为我脱手的状态 没来得及服 还有一个呢就是 因为是第六天嘛 这个炉丁街的蛋可以照弹了 我也准备照弹 外加把这个鹦鹉蛋 放进去的 给大家拍个视频 结果视频刚开头 这个一拉出来 哗,倒了 当时整个心都碎了 话说回来啊 这三只鹦鹉蛋 也不能作为推卸责任的一个借口 主要是什么呢 大家看我视频也知道 说起来惭愧啊 我这么大一个人了 做事情老是毛手毛脚的 这个问题必须得引起重视 就是因为我这个毛手毛脚的坏习惯 才发生了那么一个不可挽回的后果 当时这个孵化箱里有28枚鲁丁鸡蛋 孵化了第六天 可想而知第六天啊 它们基本上已经受惊了 我眼睁睁看着我自己创造的小生命 几乎毁于一旦 当时的心情说实话 除了难受 还是难受 然后呢 我就把三枚鹦鹉蛋放进孵化箱 我就没有再接着拍视频 我不想把我当时的那种情绪传递给你们 直到今天 三枚鹦鹉蛋 应该已经受惊了 可以照弹了 我把这个整个事情给大家一个交代 还有呢 就是你们 一直催我的这个孵化箱的链接 我都给你们回复了 我说尽量不要买 我没有给你们链接 因为这个孵化箱 我的使用体验不是很好 我只能说不是很好 其他咱们就不多说了 好吧 你们自己可以看啊 这个鹦鹉蛋呢 我们今天可以照一下 然后看看手机呢 有几枚 一共是三枚啊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咱们的那个剩下的炉丁鸡蛋 还有多少有机会孵化出来的 这个呢 我就先拿好了再拍吧 好吧 避免再出意外啊 现在呢 这两个孵化箱 我都已经全部搬下来了 等一下我们看一下 这个59块的孵化箱 和160多的孵化箱 但在孵化的过程中 会有什么区别 先看这个啊 这个一开盖 温度就跟不上了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 迅速把盖子打开 然后把里面的蛋 全部照一遍 这三枚是鹦鹉蛋 剩下的这边还有10枚蛋 是之前摔下来过以后 有的外壳碎 内壳没碎的 还有一个或者两个是完好的 所以我放在这里看 能不能孵化出来吧 希望是有的 但是不大 看到没有 这里全是受精的 现在已经发黑 但是孵化的可能还是有的 速度要快啊 都有看到没 注意不要摔破蛋就行了 这个毛手毛脚的习惯 这个已经全黑了 看到没 全有 看到 这里 这个带壳外壳已经碎了 里面可能我估计没用了 虽然是受精的 但是我估计可能真的没用了 这个 这里 这里都有气势 都有气势 这个 这个很可能 诶 这个很可能会浮化出来 所以这些 真的不敢保证能出几个啊 然后我们看这三个鹦鹉蛋 这个鹦鹉蛋已经受精了 不知道你们看到吗 光线太亮好像 但是我可以看得见 这个也受精了 这个没有 这个弱精 这个一点用都没有了 所以说鹦鹉很可能会出两个 剩下的这些 这些螺钉机 就说不好了啊 抓紧盖起来 温度跟不上了 然后就是咱们这个59块 超便宜的 全自动孵化机 看看它孵的蛋怎么样 说实话 我对它孵蛋 我真的不太放心啊 这边还掉下了一个 直接掉到这里了 很容易被挤碎 这个没受精 都在叫 这个没受精 这个受精了 这个受精了 好 受精了 好 受精了 好 这个是烂的 这当时有个烂的 我放在里面了 没用了 这个我记得 我对它这个孵化 真的有点 说实话不太放心啊 所以我把它这里面 最后只放了几个蛋 也就导致为什么 之前咱们的孵化墙 会出现二十多枚蛋的原因 就这个 其实这也是我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失误啊 咱们招完蛋以后 我又小心翼翼的 把它们放回了原地 反正也要不了几天 就可以出壳了 至于出壳率 到底有多少 还真不好说 不管出壳率有多少 有多少炉丁机可以养大 又有多少炉丁机可以下蛋 你们发心 答应你们的炉丁机种蛋 来年机养成下蛋 一定会给你们安排 就这样 再会